歡迎回來 財經大白話 現在中國大陸的經濟一蹶不振 有一億人丟頭路 現在大陸的總理李克強 就鼓勵來擺地攤 還說這個地攤經濟 就是中國的生機所在 其實相較這個美國內部的動盪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大陸 開始有一些這個復甦了 復甦是不是V型復甦呢 不得而知 但是我們看到說現在民間企業 現在在這個五月份的PMI 大幅彈升到百分 到五十五 也創下了九年半的新高 而且民間普遍洋溢著一個樂觀的氛圍 就連這個李克強都說 鼓勵大家開始擺地攤 這個地攤經濟 到底能不能撐起大陸 接下來的路呢 這我們來問一下世聰哥 可是我們印象中不是都講說 以前大陸城管敢這個流動攤盤 敢很兇的 現在不敢了 而且就是連大陸的網民都開玩笑 講說我們現在大陸是地攤經濟 人家美國是火箭經濟 這差太多了吧 是 事實上在過去兩千零五年的時候 大陸有一個叫做文明城市這個項目 這個項目展開了之後 他就說你不能夠 如果沒有經過核准的話 是不能夠擺地攤的 所以在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都可以看到 如果你去大陸來說的話 其實你很少看到路邊有人在擺地攤 他們可能都在夜市裡面 或是在一個集中場合裡面 他們在外面其實很少這個 因為城管或是公安會來取締你 我們看到過去也曾經爆發過 非常多城管取締的時候 跟這些擺地攤人員 有大打出手的狀況 所以過去一段時間 其實是不能夠擺地攤的 可是最近又不太一樣 最近李克強總理 他說了一些話 我們當然最近都很關心他怎麼了 第一個 他是現在兩會之後說 城市豆沙包 中國大陸有6億人一個月薪水不到 1千人民幣 然後最近又說什麼 他最近去煙台 山東的煙台去視察地攤經濟 他居然還說什麼 他說地攤經濟是人民的煙火 中國的生機 他說這個地攤生機 可以跟那些高大上相比 都是中國最重要的東西 他就說因為國家是人民組成的 所以人民過得好的話 國家就會好 所以他就鼓勵大家去擺地攤 這個就覺得很奇怪 你怎麼會鼓勵大家擺地攤 所以言下之意是什麼 他認為這個鼓勵地攤的同時 他認為說中國大陸經濟真的是不好 另外一個就是失業人口真的相當多 為什麼這個 因為擺地攤本來就可以救失業 我可能在家沒地方 沒工作做 那我去擺個地攤 還有一點收入 可以轉一些現金對不對 甚至對很多企業來講 你沒有地方沒辦法賣出去 你就來擺地攤來賣 所以用這樣來救經濟 就是啟動過去 其實大陸已經失傳很久的 地下經濟再重新讓它活絡起來 其實這幾天 中國網路的風就變了 大家全部一面倒在歌頌這個地攤經濟 為什麼 事實上就有人開始在那邊 網路上寫文章 結果女生就說 因為成都已經開始讓我們去那邊擺攤 所以我就去擺攤 她就說我每一天我在那邊擺攤 我一天只睡5個小時 我一天最高 居然可以賺到4000人民幣 4000人民幣你乘以5的話 一天可以賺到2萬塊 也是滿好的 她就說我買了一台 二手的奧迪來犒賞自己 這種故事很多 很多人都說買了多擺了一下子 然後又賺了很多錢這樣 網路上大家都一直這樣 那就好像讓大家覺得說 那是不是大家在鼓勵大家擺地攤 甚至在鄭州這個地方 有很多人就開了她自家車 看到自家車到廣場旁邊 然後就把這個車門打開 車門打開之後 你看我們這裡面有你要的東西 包括說你要皮件 你要的衣服 你要的小東西 我們這邊完全都有 所以大家完全都過去圍觀 所以就覺得說中國大法現在風真的變了 而且因為過去一段時間裡面來說 地攤是誰管的 地攤是他們的 我剛才講的中國文明辦 掌管他們中央有這樣一個辦公室 那就這樣辦公室 他最近居然發了一個文章就是說 我們現在不會把這個地攤 列為取締的項目之一 所以言下之意是 中國大法從官方一直到民間 現在都起了一股擺地攤熱 用這樣來救中國大法的經濟 到底中國大法的經濟有沒有起來 剛才才今天有講到一個數字 就是財星 財星是什麼 財星跟他們中央公佈的 所謂PMI是不一樣的 財星是比較偏向是民間單位 他們還有官方版的單位 財星被大家認為說是 其實他可能更準 因為他這個數據 他不像中央可能你會 或許你會動動手腳 但是這個財星被認為說 是相對比較準確的 他最新公佈的 中國大法上個月的PMI 是55 55是什麼意思 我們都說超過50 就是這個融枯線的資金 50就表示對未來看好 但是他裡面 如果你去細看的幾個分類來說的話 他認為出口還是不好的 所以也就是說 中國大法你現在要靠出口 去振興經濟來說的話 可能這個沒有辦法 那麼大的動力 所以他現在就利用什麼方法 利用振興內需的方式 來啟動中國大法的經濟 所以我覺得其實從這些蛛絲馬基 你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中國到今年的經濟 可能真的會面臨到非常大的考驗 我們看到說現在這個大陸 因為這個地攤經濟太好 竟然還有這個地攤經濟的概念股 就像是這個武林汽車 跟三菱汽車講起來好像 他們有關聯 這個我們等一下來問一下 陳彥哥 現在這個臺灣大眾對於武林 臺灣觀眾對於武林汽車 其實是相當陌生 沒有聽過他 但是在這個地攤經濟的帶動之下 其實他大賣的就是他旗下的餐車 而且股價還因此暴漲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六 現在這個地攤經濟 真的可以救回這個中國大陸的經濟嗎 因為這三月份的失業率是五點九 四月份是六趴 這個是官方數字 但是有大陸的有一個民間機構 他所統計的是20.5 可是那個寫報告那個人 馬上被開除了 所以可見這個數字應該是真的 那個外資機構有估是12% 所以這樣失業人口 可能是1.3億人 如果照這樣估起來 所以為什麼要靠地攤經濟 因為只要你每一個人 這1.3億人都來擺地攤 那你就有工作了 那我這個失業率的數字 就美化了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開端 而且過去 現在連過去 你這個擺地攤是很可怕的 你會被打 你會被抓 但是現在連他們的城管 都打電話給以前 他抓的那些商攤說 你還怕來擺 不用租金 然後找你的好朋友來 他們還說真的還假的 可見這個推波助瀾的情況下 我們預計這個地攤經濟 應該會是這一段時期以來 非常重要 由官方主導的政策 所以我們直接看到 相關地攤經濟股 全面性的大漲 全面性的大漲 各位可以看到 全面性大漲 剛剛我們講的武林汽車 啤酒類的 餐飲類的 都全面性大漲 那就告訴我們說 你要有地攤 可是問題是 我要做地攤經濟對不對 貨從哪裡來 資金從哪裡來 京東很聰明 他說我們準備了 500億人民幣的一個商品 然後你們每一個人都能來申請 包括服務 包括資金 包括供貨 連設備我都來提供給你 甚至連如果你沒有錢 我來提供你貸款 等於包括京東也好 然後蘇嶺小店這些 他們等於是由大企業 他也知道他要配合政府的政策 那我不可能去跟地攤來搶生意 對不對 所以我乾脆我來提供給你們 我供貨給你們 你沒有錢對不對 我貸款給你 他也算是另類的跨足到實體經濟 對 其實京東在金流這一塊 以前就一直做得非常好 他一直有很完整的物流跟金流 所以他直接就轉移到把他的線上 就導引到這個地攤經濟對不對 而且甚至我剛才講像 包括家樂福 蘇嶺小店 他們都說我們會配合這些地攤經濟 來提供比如說中央設備 中央物流 中央廚房 這些我都來配合你們 所以幾乎是全面性的一面倒 所以剛才才會看到說 像相關的這些股票會大漲 那當然這裡面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我要去擺地攤 我一定要有車對不對 我不可能像那些 一下子賺了錢就買ODI買賓師 那個奔馳哥 剛才四聰哥講的這個 他要先有一台貨車 他要先有一台貨車 所以實際上我們看到 這兩個月商務車的一個銷售 是大幅度的攀升 就是這個原因 大家都要做生意 解救說其實大家都在想 開始做生意 剛好搭配政府的政策整個出來 所以剛才看到這個武林汽車 相關的概念股 都是大幅度的一個上漲 幾乎每天打開就漲停板 那不只汽車製造 包括這個日用品 設備類的 廚房設備 這些全部都是大漲 而且漲幅都非常非常的驚人 你看武林汽車漲了50% 但你說為什麼武林汽車 在這一段時間特別行 因為他就是如果我們要買車 我們當然是選品牌 比如說選賓士 賓士 可是現在不是 我現在走地攤經濟 便宜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 就是要便宜 武林一直跟外資合作 所以他上汽跟通用合作 開發了這個武林汽車 這個武林汽車最大的優勢 就是便宜 當然便宜對大陸來講 我現在就不管品牌 所以你國產車OK 我買 但是很有趣的事情是 他們發現還有另外一個市場 對安全不是很在意 然後便宜也很好賣的市場 叫印度 所以他們也想把車賣到印度去 但是要賣到印度 那我就得靠國外的品牌 雪芙蘭他就發現說 這個車不錯 要到印度好賣 雪芙蘭就說我跟你合作 就掛他的品牌 結果進去也熱賣 但是他要做安全測試對不對 這個一測試 一個撞下去 通通不合格 但是還是賣得不錯 對 因為就是便宜 對 現在中國大陸 真的是人人做聲音 要嘛擺地攤 要嘛做直播帶貨 剛剛也有講到說 是不是中國大陸 連這個車都要賣到印度 但是我們卻看到 中國跟印度的對峙卻在升級 而且不光是他們兩個國家 像這個地緣政治在這個亞洲 還包含了日韓 煙消也在一起 馬上回來 財經大白話 我們聊天 看看 感谢观看